正在热播的李哥行,大家伙都看了吧,剧中傅柔的CP一对接一对,每对CP相处模式都不一样,哪对才是你的心头好呢,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 No.1 圣储慕傅柔 一个是顽固子弟,一个是大家闺朽,圣储慕的浪子回头是他赢回美人芳心的关键 洗心革命后决定重新做人的圣储慕在学习能力上展现出极高的天赋 从顽固子弟成长为少年将军,傅柔的出现就是圣储慕人生的救赎,这样的爱情说不羡慕是假的 No.2 周王傅柔 周王初始傅柔正是他向颜妃献莲花屏风时,为了不得罪颜妃和皇后两方势力 莲花屏风他只用了黑白两色,并且又借荷花与和睦之说平息了颜妃的不满,引得周王对他刮目相看 后来周王在宫里多次关照傅柔,可惜他亦有心上人,以周王的人品和才华 如果傅柔最先遇到的是他,一定也会动心的吧 No.3 颜子方傅柔 颜子方与傅柔算是青梅主嘛 小时候定过娃娃亲,可惜后来颜姐出了事,这桩亲事自然也就作罢了 后来颜子方被傅姐赶了出去,无意中落入四海帮,成为了海盗头子 知道傅柔一心想嫁顶天立地的男子,颜子方因为自备一直不敢向他透露身份 只能眼睁睁看着圣楚木带走了他 颜子方爱傅柔,可傅柔只把他当亲哥哥看的,他们直接也注定不可能了 好了,关于傅柔的CP就介绍到这里 你最喜欢哪堆的,欢迎留言告知哦